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的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希望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一下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的處理不好 大家發思一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以及建議我們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做些什麼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當事人負責人 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你會怎樣處理那件事呢? 我們今晚想講的題目 其實可以說都不是最近發生的了 在某程度上也都可以說不是發生在香港的 其實這件事基本是發生在台灣的 這件事沿著一本書 我也是經過幾個病人說給他聽的 原來有一位台灣人出了一本書 林光常俠 他出了一本書叫做《無毒一身輕》 《二十一天改造體質》 其實我有很多病人都看過這本書 就告訴我他跟這本書 教他怎樣用一個簡單的排毒的餐單 跟他做了《二十一天》之後 其實很多人的感覺自己的身體是好很多的 我也聽聞這本書好像是很長銷 上網看過賣了幾十萬本的了 幾十萬本的 他亦都強調這本書是史上最暢銷的排毒健康書 林光常在台灣也有一種被人稱為排毒教父 當然排毒這個字眼其實是很久歷史的了 西式的自然醫療常常都很強調 其實健康的主要根源都是毒素內聚 於是在西式的自然醫療的角度 其實處理很多健康的問題都是用排毒的方法 中醫所謂清、保、清、保 所以這本書其實很多人都看過 我亦都聽過 我親身都遇過一些人 他自己真的用這個方法 令到身體大大改善 本來是一件好好的事 最近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看那些報道 其中有幾篇文章 都是在上個月下10月5日到的 當時我手上那些都是明報的報道 他說台灣排毒教父 林光常因為欺詐罪 今天在台灣受審 他推銷的所謂排毒字眼產品 在香港亦有銷售值得港府關注 四年前林光常以無毒一身輕 和排毒餐等著作 在台灣興起了一種養生防癌的熱潮 這本著作也是晉身台灣和大陸書的 暢銷排行榜很高位 聽說好像八十萬本不知一百萬本 即是不簡單的了 他的排毒理論一直都惹人非議 譬如他鼓吹別人所謂的癌症 休克療法 他也聲稱癌症不可以做化療或放療 並稱自己公司的產品 具有治療癌症、縮小流腫、淨化血液 和增加纖維質和大量排毒等的療效 好了 他說林光常這一套 一直遭到海峽兩岸的醫學界 營養學界多位專家的反對 也質疑他學歷是有假造的問題 也早被台灣的傳媒質疑 好了 整件事的開始就說 報導說 他月前有一位癌症的病者指控 由於聽信林光常的說法 而導致染症治療、病情惡化 於是台北板橋地險處起訴林光常後 於是內地和台灣的書店 立即將它的著作全面下解 然而下解放化 香港的書店卻在《本報》記者下 查詢之後才表示會暫時停售林光常的著作 他說林光常近年經常涉足香港 透過教會舉辦排毒講座 這個教會的合身成員 亦都開設公司作為臨時健康產品 在香港的特藥分銷商 所謂健康產品專門單張 吹噓可以治療、治癌或防癌 涉嫌違反香港的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但是衛生署對這些產品的銷售情況 都沒有掌握 直到《本報》記者下、《明報》記者下查詢之後才跟進 另外會否有沒有更多類似聲稱的 可以排毒、治癌的產品 未經正常期度的銷售 而是透過各種團體的銷售 而衛生署完全不知情 對這種監管的漏洞 衛生署應該是舉一反三全面檢討 這是《明報》的 好了 至於教會舉辦的健康營養講座 本來是動機良好的 但亦都要負起聖殿潔淨的責任 大家可以看到聖殿 聖殿就是聖殿 教堂是聖殿 有什麼關係呢? 聖殿而已 聖殿的責任 好了 這個《明報》 香港《明報》是一個社評 不知誰寫我 我沒有名字 是沒有的 教會的教友彼此互相信任的關係 若有教會要開設健康食品店 推介產品更應該謹慎把關 以免教會的聲譽和教友的互信被人利用 四年前 林光常在台灣剛剛以其著作掀起 排毒餐的議場的時候 也會利用教會做宣傳的平台 當時台灣也有教會人士 是延遲抨擊 今天為其產品推銷出來的 香港教會人士都應該引以為監 好了 這個呢 最後呢 他也有跟進另一篇報道 他說 原來香港的教會是一個叫做611的靈良堂 他就經常邀請這位排毒教父林光常 是香港出席健康講座的 也都將那個講座製成音樂的光碟出售 記者發現臨時和這個教會關係妥心 因為林光常也是台北靈良堂的教友 而台北靈良堂是香港611靈良堂的武堂 另外呢 是售買林光常健康產品的 一身輕國際有限公司兩名董事 也都是611靈良堂的董事教友 公司的部分利潤就會捐給教會 而顧售賣臨時產品所賺的錢 部分會間接成為611靈良堂的收入 哦 調查得很仔細 是啊 這方面他做得挺好的 即是暗示教會在這裡逃離 是啊 他暗示很多東西 我待會逐點逐點幫你分析這份報道 這份明報的報道 他說 雖然林光常在台灣被檢控 但611靈良堂仍然支持林光常 只相信神是公義的 一切都在卡的手中 神的手中 至於由教會教友開設的 一身輕的健康店 因為受清聲稱有抗癌或防癌功效 但未經證實的食品 而被衛生署指協及違法 611靈良堂則指出 任何人在香港都有權經營合法的業務 教會不會干擾 他的意思是 他的教會教友做這些合法的生意 教會不會干擾他們 好了 跟著 記者周日三十日 曾經到過611靈良堂 是斥支三千萬 在荃灣扣日的新殿堂 目擊參加周日崇拜者成千人 這是一個很大規模 好像我們香港以前有個教會 都是成過千人 一般香港的教堂是很少的 一百多人 似乎這個教會 611靈良堂是幾受歡迎的 教會的規模是妥大 香港靈良堂在香港有八間 中小學校和幼稚園 一名牧師強調 香港靈良堂和611靈良堂 領長兩者並無關係 刮青界線 好了 跟著他就訪問一些 所謂的癌症專家 他說對一身輕的產品所賣的 幾丁聚堂和螺旋組 聲稱可以防癌或者治癌 臨床總流科的專科醫生 岑信堂 指從未聽聞過幾丁聚堂 這種產品 相信他能夠抗癌的機會不大 他指不少癌症的病人 因為絕望 曾經購買健康產品 作為醫療的輔助 譬如五六年前 也有病人 攜同螺旋組 詢問療效 暫時他還未有科學 證實支持他的療效 另外一位立法局議員 郭嘉琪醫生也指出 市面上大部分聲稱有抗癌療效的 健康產品 困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學研究 支持 效用成儀 這兩篇文章 都是在教會的明報 刊登出來的 好了 整件事背後的真相 其實是怎樣呢 我前幾天 剛剛有位台灣的朋友 他自己是製造靈芝產品 他也出版一些有關自然醫療的行物 當然他對這件事 在台灣來說 他很清晰 原來整件事的起源就是這樣的 兩三年前 林光常 即是四年前 有一位女士 她的先生患癌 好像一個月之後 在西醫治療之下 一個月之後過世 嚇到她死了死了 很害怕 當她自己有癌 然後有乳癌 她有乳癌 她有乳癌 然後她看到林光常這本書 好像看到明燈 在書局找到的時候 看到這本書 她當時很開心 找到這本書 一看完 就跟隨她 找她 就找她 認識了之後 用她那套方法 果然她的乳癌症 就是乳癌受了控制 於是她跟她做見證 還拍了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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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線的台上不停地播 現在還在播 噢 本來是醫生和病人的關係 就變成了合作夥伴的關係 合分做生意 是 這位女士叫呂玉霞 她當時說她先生患癌 接受一次化療就死了 她當時嚇到她死了 她當時還有好東西 她買了一百本這本書 分送親友 還投資了一百二十萬台幣 即是二十八萬五千 幫她做生意 合作做生意 被邀請為電視作見證人 她吃了排毒生液之後 到去年六月 是無意中摸到頸部有一份眼化 證實那個癌症復發 而轉移到淋巴 之後自己有做十七次化療 她就批評林光常誤導她 可以不做化療 而治療的病情 她說林光常在受訪問的時候 否認陳基義書上已經說了 只要吃排動餐 就不需要化療的說話 她反而指女士和她 因為有債務的糾紛 整件事在她們的內部 我們知道 基本上是一個生意 糾紛 她反而指控她 我們其實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她當時的經驗就是 她自己的丈夫 有癌症 接受一次化療 就死了 一個月之內 她現在就用了林光常這個方法 結果她可以說 控制了至少兩年 兩年多 兩年多 現在已經三年了 她才開始 還有精神去做生意 她一個生意交談不完 她反而指控她 這件事其實 這個報章其實都 明報也有講清她背後 好了 我們怎麼看呢 她背後反映了很多很多事情 嗯 其實就這樣看來 正正反映她的療法是有一定水平的 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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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化療 她丈夫她眼見 即是 一劑就死了 是吧 是 唯有她自己害怕 你上來是不肯再試了 到自己有的時候 自己找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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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方法好 其他方法另類好 這樣 而發覺是真的 起碼穩定了幾年 兩年多 是 是 那之後我們就不知道她的 她的來路去脈又怎樣 那些生意的事情 是吧 即是我覺得是 呃 這個林光常也可能做了很多 即是賣 健康食品的生意 是吧 是 那這些 我們不計她這樣 這些東西其實不關事 如果你只看她的書 她只是介紹你用飲食的方法 去令自己健康是防癌 是 沒有任何提及她的產品 即是我就這樣看這段新聞 即是我馬上起到一個很大的興趣 就是想看這本書 是啊 無讀一新聽 一經改做體質 那我就 上網當然是 還未有法治找到免費的書 但見到那些 她有些講座介紹 她們好學說 是 粗略來看 其實相當符合 即是 聽了醫生你說那麼多 你自然療法一些 飲食 或者聽 平日聽到中醫那些 其實是很正路的一套飲食健康的飲食方法 是 醫療癌 是另一回事 沒錯 其實沒有人醫療癌 西醫都醫不到 是吧 即是她醫不到就說別人 不要經常說醫到 即是她醫到那些雙方鼻塞 那些你就可以說醫得 是吧 即是她不醫得 就不准你說醫得 是這個意思 不是 雙方鼻塞都差不多都不可以說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這樣看 其實這件事 反映不了什麼 反而反映到 當你一有些人去 投訴 吵大件事 其他人就反映過問 那你馬上就說不准書放 違反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那他輸沒有關係 其實他真真正正 真正正告得入的地方 當然他不能夠 他的言論 你說他言論錯誤 其實醫學的歷史上 沒有數錯誤的言論 其實都被證實是真的 西醫常常說醫癌 醫癌 長年累癒死人 七一年癌症 然後尼克遜宣佈對癌症宣戰以來 到今時今日 癌症的死亡率 是未曾改善過的 是吧 那我剛才問一下 自己認識的人裏面 有哪幾個真正有癌的人裏面 是好得了 我相信一隻手數了 如果你有這些人的話 所以其實反映了很多 很有意義的事情 第一 這本書和他那兩個產品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 那本書是他一套學說 是的 那他叫人吃東西 那是什麼 另外 即是 你香港有維陰署 因為這本書 就去檢查那裏 有間商店 他有份 寧良堂有份 是的 寧良堂有兩個 教友 想將那些收益 捐一部分給寧良堂 不是寧良堂 因為這些條例 其實香港 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或是一般人的意識裏面 不懂得去健康食品的地方 買東西吃 買東西 是吧 這些其實他沒有說是藥來的 這些是健康食品 價錢便宜貴 你自己喜不喜歡 給不給得起 選擇的問題 是的 在外國其實就說 很多這些 我在英國都見了 大街大巷 Health Food Shop 很多的 即是他賣一些簡單的 沒有基因的 或者沒有農藥的 然後健康的食品 有很多是有療效的東西 是可以公開做的 那在香港是不是很受制於香港的法例 變了這些東西 不是成岸城市 即是如果你說成岸城市 中國人知道 他只抱的 即是說吃東西健康 去買健康食品的地方 即是香港是很少的 很少的 沒有意識 其實我曾經在香港經濟日報 其實他每年都有講座 他每年過去兩三年都邀請過我去講 關於香港的健康產品的事業前途 其實我告訴你 我通常很清晰的 健康的事業應該是一個很有前則 是非常之有前途的事業 但是在香港這樣的政治醫療環境 是不會成功的 那不成功的原因 不是因為沒有人需要 不成功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有很多惡毒的條例 美其名 應該是一些利益集團 利益集團 利益集團 他們以為你不應該為一些沒有經證實的醫療服務 或者那個產品 做一些聲稱 一般人會這樣想 不良的 因為是假的 你不可以用這些沒有根據的東西 但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 看得到那篇條例的內容 其實那個條例完全不是這樣說的 條例基本上一句說完 對一連串幾十種的 差不多一本教科書裡面 所有的病都在那裡 所有的病 你不能夠說 這個地球上有什麼任何東西 是對他醫得到的 不斷說 他沒有說 你不能夠說一些沒有經證實 你不能夠說一些沒有根據 他沒有說 他只不過說 你是不准說 包括有經證實都不准說的 這件事 我不知道香港當時那些什麼人 會讓這些法例通過 我們經常講的輿論自由 我們講的23條 這麼多人這麼緊張 其實這些這麼惡毒的條例 很多國家都是通過了 那時候我覺得很懷疑 立法局那些人 那些人都在想什麼 是什麼人在那裡 會讓這些這麼惡毒的 完全是無理的條例 是通過了的 那現在那些人 就受苦 其實受苦這個條例 香港有這個條例 在那裡 其實很多行業 都會很受影響 我常常都很奇怪 香港的廣告界行業 從來都沒有去質疑這個問題 這跟廣告有關的 其實健康產品 是一個很大的廣告市場 但他們 聲音都不敢聲的 密密接受這麼一個惡毒的 這個條例 對他們的廣告生意 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你看到 其實反映了很多很多東西 但這本書 其實在寫序那位 其實台灣的一位 是在癌科的某個研究長期 腫瘤中心籌備處的主任 就是他在這方面 其實都做過很多事情 那麼他也有一個 叫做白性癌症 CAM診所的院長 CAM我相信是代表 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 medicine 就是用了自然醫療 醫療這類的癌症 那麼他是那間診所的院長 那麼他為了這本書寫這個罪 還有大家有機會再看到這本書 書裡面有很多的讀者 在受惠之下寫一些文章 是陳述他們的見證他們的經驗 而好多謝他 好多謝林光常幫到他們 那本書有很多 有些教友 有些不是教友 都在這裏 好了 那麼這個台灣朋友 講到一件事 反應一件事給大家聽 他說他有詞 在他一個講座裡面 他說他大概有三四十人左右 這個講座 那麼他就問在座的人 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他說差不多有一半人以上 舉手都說看過這本書 好了 那麼接著問第二個問題 他說你們現在 覺得這本書怎麼樣 那麼很多人說 他覺得他被林光常受騙 在台灣很多傳媒 很負面報道他 說他這個罪 要坐牢 七言起馬 或者要禁止出境 很多很多負面的 很明顯 很有趣 反映我們的人 那個理解事情 對那個知識 那個認識的能力 是很薄弱的 即是那一頭 你說他怎樣好 怎樣幫他 他自己親身經歷 他做了這樣的見證 當然有些這樣的傳媒 就在這裏大致做文章 說他是一個騙徒 很多人自然 即是會改變主義 認為他亦都是受害 亦都被他被騙 事實上 他根本一直都是受惠者 其實這件事 其實反映 有些人經常問 為何癌症到今時今日 仍然有這麼多人 死在這麼多癌症的手上 其實主要原因 這個問題 是一個 我們一個文化 和一個社會的問題 那個問題 就是我們一般人 那個拿資訊 拿知識 來源 其實是很不穩定 很不實在 整個文化 一般人 讀完書之後 朝九萬五十幾個中工作 他得到的知識來源 在哪裏 就是看那張報紙 香港不是蘋果的東方 大多數 八十九成就佔在那裏 明報 這幾張 對於健康醫療的知識 都是相當誤導的報紙 你看到他們 他沒有介紹這些自然醫學 或者中醫 絕無的 明報 據我明報 那個企業 整個公司 以我所知 從來沒有 有任何的正面 講自然醫療的 我經常都很懷 為何會這樣呢 我以前 我在想 查良庸 以前說他投資很多 股票在藥廠 會不會一個原因呢 所以我發現很多這些編輯 好像明報 以前那些編輯 是醫學界護士出身的人 所以他們對西醫以外醫療 他們一直有偏見和歧視 所以看這些報紙 你是很少看到一些 中肯一點的 證明一點的報道 OK 那你有沒有寫過問呢 我曾經被他們訪問一次 很有趣 他訪問了之後 很有趣 我為何會這樣說呢 訪問了之後 他編輯就加一個小段 他說 我們訪問的講者 那個言論是不代表我們報紙的立場 讀者要自己小心 我真的看了之後 我呆了 一份報紙 來偶爾訪問一下你 我從來沒見過他 從來在其他訪問裡 要加他的這樣的 昨天才被訪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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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沒有加他的這樣的 當然是 這件事你沒理由加 你特意提別人一些 特意提別人一些 他的言論我們是不相信的 你小心啊 即便訪問他 當時我唯一被他訪問過之後 他就加了他的這樣的東西 那份東西我還在 那份東西我還在 你可以看到 香港人 那些編輯是有偏見的 是 其實所有編輯都有的 這些有中肯的平衡報道 簡直是開玩笑的 傳媒根本就是一個宣傳的工具 看是為誰宣傳的 你可以看到 台灣那個教育 應該是很普及的 但他當時的經驗就是這樣 那頭讚到死 每個人都推揚他本書 一看報紙這樣負面報道 自然覺得自己又被騙到 可能他以前的益處 完全一筆推銷 完全沒有收 好像給了很多錢買東西 但發覺可能 這些可能貴的 好啦 那休息幾分鐘之後 我們繼續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打電話來 我們的電話是 2134 1134 那其實有些資料 那本書 我們都好像在那個 網上的blog 都提及過的 OK 好 那幾分鐘之後 我們再繼續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三個W.H-E-A-L-T-H-S-H-O-P.com.h-k 好了 我們繼續說一下 最近在台灣出現那個 《無獨一身輕》的作者林光常 被起訴 我們說 教會也有一個新的挑戰 那或者那本書的內容呢 我們可不可以 簡單一點講講呢 我只看過他介紹過某些食物的方法 例如是食物應該吃一些本地的東西 如果你入了世貿 周圍運送一些東西 香港人為什麼要吃美國的牛 荷蘭的羊 這樣吃人是不好的 這個我覺得 很多觀念是不錯的 比如南方人吃南方的米 你不要去吃北方的燕 麥 高粱 一個體質不適 健康就是可以吃最近的食物 也有些我都聽過 不要喝牛奶 不要吃那麼多的雞 紅肉 吃白肉 不要吃紅肉 吃粗造的食物 吃米要吃粗造的米 如果要健康來講 這些我看他自己介紹的 一般講座的紀錄 我就這樣看 我完全覺得他說的 是很正常的東西 可能他不是什麼很偉大的專家 但是他這方面的知識應該是 是堅實的 知識基礎是堅挺的 沒有事的 有人說他那個博士就 他說他有什麼假學歷 其實他沒有 其實不是假的 是這個學校的 美國環球大學 環球大學 跟他有醫學博士是有的 有一間學校的 那學是真的給他這個醫學博士的學位 香港大學的副學士 可能是假學校 他沒有騙你 他沒有說自己是哈佛大學畢業 他沒有說自己是哈佛醫學博士 香港大學的副學士 也是香港大學 類似的邏輯 他是一個真真正的 有一間學院 是真的有個頒授的 博士的文憤給他 所以說他是假學位 我又看不到什麼資料 是他在這方面騙過 你講負面講一個人 那些老中醫沒有讀過書 沒有讀過什麼學院 都是這樣 即是他看他的學問 古道中醫都是很多自學的 跟老師 即是你看他的 他給出來的一套 最終他研究出來的經驗 很整合出來的 寫出來的一套 如果不好 就不會賣了幾十萬本 是啊 我親身聽過一些人 自己講什麼聽的 真的做了一些之後 他以前有什麼毛病 真的好完 證明他那套食療方法 無毒的食療方法 是對的 基本上不會錯的 基本的西方自然醫療那套 學說而已 只不過他將它 即是醫生你粗略地揭解一下 全部我看過了 那些問題 全部就是西方自然醫療 希波格拉底所講的那套 哦 即是好東西來的 基本上 全部是正確的東西來的 這本書絕對可以幫到大家 所以大家值得去看 某程度上 我自己的講座裏面 都是講這些東西 其中一個講 他講過現在的 國民的健康質素如何差 台灣每十分鐘 有一個人有癌症 其實1900年 大概一百個人 有一個人死在癌症 今時今日 三個有一個 再過幾年之後 兩個有一個 這個大家都知道 報道過無數次了 美國每兩個人 有一個人 是突然死在心臟病 公務員的平均死亡年齡是49.65歲 台灣 台灣的 應該是講台灣的 我也奇怪 為什麼什麼意思 台灣每三十六分鐘 有人患肺結合 台灣每一天 有1.6個人感染外肢病 台灣有兩成的人 長期失眠 各人的健康 治療是不合格 這是絕對 健康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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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人都很貧困 還有一些知識 我又聽醫生提過 覺得真的對得很重要 吃飯後吃水果 應該飯前吃 其實飯前吃 中午吃 FIT一小的就全部講完 所以如果你聽了他講 起碼你會健康了些 跟這個方法 食物的匯合 水 陽光 適當的運動 充足的睡眠 其實我每個月的Health Talk 都是講同樣的事情 因為這件事多了些討論區 有些討論區 有些討論區 有人剛才這篇文章 寫上去 有人說這篇文章好 即是他的Speech 介紹他這套文章的紀錄 即是 他說這篇文章好 對 覺得正 所以不要意義代謀 不要衛生署告訴你 不要 避開本書 或者明報 完全反自然醫學的偏見 剛才相反自己看 自己看 最多是一百元 這本書 這本書很便宜 83元 有乘書 挺值得的 我沒有說無良到禁了他 香港我相信 用什麼原因 我都解釋 你去禁別人的本書 怎麼搞錯 你又沒有根據 聖經裡面講的東西 有沒有根據呢 神的存在 有沒有科學證實過 有沒有人去禁 我覺得奇怪 我覺得應該禁了 有時候你想想想 有一件事很有趣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很多教會 就算不論佛教也好 天主教基督教 其實是做很多 吹噓西醫的醫療方法 不僅吹噓西醫 甚至於吹噓西醫 也會去 OK 而你知道 如果大家有機會 認識一本 耶穌基督的一本福音 叫平安福音 其實這本書 是早年在梵蒂江 收了很多年 到大概1937年 才被翻譯為英文本 一本有四本 到最近有翻譯 成為中文的翻譯本 原來這個平安福音 是講耶穌基督當時 教導信徒 如何去維繫 和過一個健康的生活 如果大家有機會 看這本書 這本書 其實應該很多地方 還可能都買得到 那 區裡面所說的東西 就完全是說 我們怎樣用陽光 用水 用田園的生活 用一些 合時令的食物方法 來令身體健康 來令身體健康 其實可以這樣說 這本書 很詳細教我們 如何用水 來做洗腸 在第十七二 他教人 如何掛空一個狐爐 有一個爐尾草 摘了之後 將他灌日的身體 他說 在施洗的時候 活水天使 進入他們的身體 而從體內流出過去 最惡留下來的污衛和惡臭物質 就如河水和高山流下 逐出體內大量的惡物 有些軟的 有些硬的 那河岸上 因為他套出來的水被污染 發出來的 是令人惡臭的 其實 如果真真正正 基督徒 天主教徒 我沒有說佛教 如果真真正正正 聽耶穌基督所教的福音 其實全都教給你 今時今日 怎麼會有這麼多基督徒 這麼多癌症 這麼多病 我們只懂得吹噓一些方法 在美國已經證實 是第一大殺手 而耶穌基督教我們 那套醫療方法 如果我們對耶穌基督 是有信心的 對神有信心的 應該對神創造的東西 耶穌基督是一個 全智慧 全神全愛 一個創造者 我們有什麼需要 當然是給我們 還要我們去藥廠 去人工做一些 地球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化學物質 而放在身體上 令到你的頭髮掉了 令到你的頭髮掉了 變得乾乾咕咕 而從而你會健康 那問題就反映了 有到香港 這個地球上 到底有多少個基督徒 是真正相信 神 做神 要祂做的事呢 這是什麼懲罰呢 我見到這麼多基督徒 患癌症 我相信我感覺 你做一個普查 我相信基督徒患癌症 可能比一般人更高 為何呢 在外國做了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在一本書 一個哈佛的一位教授寫 他說患癌症裡面 譬如在修院裡面的修女 患癌症比一般人更高 其實這個數據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是一個被約束 被抑制的環境裡面 來生存生活的 你的心境一定不會這麼開朗 所以患癌的機會是很高的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和這件事 林光常這本書 可以這麼說 香港其實對我認識 這麼多教會裡面 其實只有兩個教會 是在做神教的事情 第一個是以前的社安教會 社安教會裡面 當時他們推揚自然醫療 用一個很簡單 很便宜的 雙癌症的方法 教我們醫病 被其他教會 就嚇到他死 接著有一個叫做 611的靈良堂 當然靈良堂 不是我們認識的 傳統靈良堂 傳統靈良堂 就是搞學校的 雖然靈良堂好像不像浸會 有一個浸會醫院 但是他搞學校的 其實他講宗教也是搞學校 可以看到 香港真正正正是 遵從神的指令 生活是兩個教會的 還有這麼有趣 兩個教會 報紙有報導 他們做禮拜的教友 是過千的 其他的教堂 你真的看一下 小貓三隻四隻 我覺得 在教會裡面 這是一個時刻 去想一想 去反省一下 真真正正 神教我們那個 醫療工具 其實根本是這本書所講的 《無獨一身輕》裡面所講的 林光常所講的 《明報》是報導 人家說人家 是自稱基督徒 那是不是基督徒 需要用這些字眼 自稱基督徒 即是說他不是基督徒 假做基督徒 去教會宣傳自己 買些書 書有多少錢 香港人靠書 養得起自己的人 真是小小又小 除了《Harry Potter》的作者之外 不是很多人可以靠 唱小書 買些這樣的產品 說來自稱基督徒 從頭到尾 他都是在教會裡講的 要不需要用這些字眼 要不需要用這些字眼 去形容別人 即是看到 我台灣的朋友說 他樹大招峰 幾十萬本書 很多人都認識他 然後生意上 有這些瓜葛 被人反面 反口咬他一口 然後被傳媒大做文章 然後被西醫學界 乘機打落水狗 落井下石 不斷攻擊他 好了 我們現在要看看 到底今時今日 台灣的受審 會怎樣宣判他 其實真真正正 判他問題的地方 就是說他違反了 所謂不良醫學廣告條例 我剛才也解釋給大家聽 問題就不是宣稱廣告 問題是法律條例 根據法律條例 你吃香蕉 你吃香蕉 如果你告訴別人 我吃香蕉 會幫助我大便 我吃香蕉 會幫助我皮膚更加好 那你就犯法了 即香港的不良醫學廣告條例 你任何的事你都不可以說 你不可以 你任何的事你宣稱 能夠有任何治療功效 舒緩某某症狀 其實是犯法的 即不論中醫所說 醫食同源 食物就是藥物 香港還有一個很卑鄙的 惡毒條例 就是香港藥物毒藥的條例 香港對藥物的定義就是 任何入口的物質 如果能夠更改我們身體的 心理系統功能 定義上就是藥和毒藥 就要註冊成為西藥 簡單來說 吃什麼都會 喝一杯水都會 對 這麼怪異 香港有這樣的法律 你是法律界的人 當時你都不指出問題 這麼荒謬的人 又不厲害 抄英國 很奇怪 香港沒有營養產品的條例 總之藥就是這樣 其實你那碗飯 你那碗湯水 在法庭上怎麼搞呢 這個這麼荒謬的條例出現了 他唯有說 如果你的包裝 好像軟臟的 有成分的 我去玩這個遊戲 加拿大玩這個遊戲 你一不小心 讓他出現這些條例 進來之後 你就死了 唯一的問題 這個水就不是一個軟臟 沒有一個定量的成分 沒有dosage 就說他不是藥 在那個條例裡面 提也沒有提過 什麼形式之下 可以不是 和提也沒有提過 為何香港那麼多問題 為何我們的健康上那麼多問題 其實背後是有真正的原因 有這麼多好好的東西 神給我們的工具 我們會沒有能力去動縮到 祂那個 給我們的智慧 而搞到我們人的病 真的越來越嚴重 好了 那你看一下 我陳英我都看過 有企圖解釋給你聽 抗 那個養生抗癌的熱潮 癌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剛才都提過一下 今時今日 為何那些人 會遺棄用西藥的方法 會信一些 既然你說他資歷有疑問的 有本書都講清楚 這間大學沒有什麼人聽過 美國環球大學 鬼人聽過嗎 我第一次看這個大學的名字 那大本書印出來 很欺騙你的 那你未料 你質疑他 你便質疑他 早點不質疑不質疑 現在搞到別人 報紙這樣來踩他 打落水狗 那你各人都以為自己是被騙 我們那個問題 很多時候 癌症之所以這麼猖獗 那些人死那麼多癌症 背後一個文化的問題 一個社會的問題 我們爭取那個knowledge 知識來源的問題在這裏 我們不相信自己 我們不相信自己看的東西 不相信自己親身的經歷 我們就相信那些傳媒 在這裏做大造文章 吹噓一輪 做這些新聞 那這就是真正真正 我覺得 無獨一生輕這件事件 讓我們看到的體會就是這裏 我們還有些什麼 這本書 醫生你會怎麼提議我們的聽眾 對待的呢 買來看 好書來的 這本是起碼一個西式的自然醫療 概念的中文版 很簡潔地說出來 而我認識很多人 親身告訴我 他真的根據這卷書 是跟了一段時間 做了他的事 他的身體有很多問題 真的改善的 我記得我在讀醫學院 在自然療化醫學院那裏 我有位教授 他本身是一個西醫來的 Dr.Leo Roy 講完他的名字也不要緊 他最近都過世了 他曾經跟我們說過 他說每當一個政府去禁 某一種健康產品的時候 你一定知道 這個健康產品是療效非常之高 你才會想辦法去禁 即是說要禁這本書 你快點買 你快點買 這本書真的有 他自己有生意有成 他這裏裡面並沒有叫你去 沒有提過 買任何產品 吃一般是蕃薯、香蕉、香蕉、檸檬 這樣簡單的東西 就是叫你怎樣吃法 什麼時間吃 這些這樣的介紹 變成是麵包 叫他吃蕃薯、天然的食物 這些當然對藥廠是很不利 這些就醫好了 不用吃藥了 這樣 如果大家有些智慧 就應該去 反過來就要信這本書 去找本來看 很簡單的 你自己試一下 看這本書說的東西合不合理 合理的 試一下 幫不幫到你 這就是真正的knowledge 不會看完這些報紙 和這些報道 這些報道 真的越看越看越是一個很bias的 經常都是原正常的治療 原正常的治療 那個女士 那個老公 一個月之內 正常治療 一個月命 她現在起碼 兩月三月 即是說 你用她這個方法 將你的壽命延長幾十倍 二、三十倍 盡量延誤 就說別人延誤了 我想不通 怎樣延誤她 她自己的老公是一個月死了 她自己幾年之後還在 還有力去告她 告一個幫過她活多兩三年的人 還有那個 例如你一個已經 電了幾電 死了的人 你沒有心機去告人 錢是新外物 她現在要欠錢財回來 證明她的生機還很旺盛 是吧 你何想而知 她根據這個方法 其實最少不會是有害 當然這可能不是一個錢債官司 她只是告發她 誤到她 令她聽她說 搞到正確的醫療 我真的想不到這位女士 就是那個智慧 警察會撿這件事 錄了這個口供之後 會跟進 這個才是其 明明 沒有言誤到 明明是令你長期 她有看過醫生 她有醫生的意見 接觸過這些知識 她自己作過潑定 那有什麼好說呢 是吧 她說她還指責自己 見證的廣告還在播 她認為那個廣告不應該再用 是 那是可以的 是 你喜歡不用 你不要用 你不要授權別人 或者你簽了 你可能跟別人簽了約 你給了別人錢 那是代言人 其實吵就行 吵就不用 別用 別用 人都不值得 不肖用這些 這些的 vibration不好 代言人 vibration那麼差 代言人當然不好 嗯 好了 還有什麼 我看到 她就這樣說 她說 她那個網站裡面 就形容 有內容 部分內容 被醫生批評 毫無醫學根據 例如 她說 林是指懷疑 她懷疑 肺癌的其中一個病人 是夫妻行房時開冷氣 這個我真的 我本書當然看不到 她只不過說 她那個網上轉載 她懷疑 這個我自己都覺得 是 我未見到任何科學科學根據 好了 西醫 用這麼多年來 用化療 電療的方法 那麼 有科學證實過的有效呢 一樣是沒有的 是不是 已經大把 醫生已經指塵出 用這些方法 是死得更快 那麼 你報紙上 這個明報也都有提及的 那麼她就說 她就叫人 不要做化療 不要做電療 其實 這些這樣的說法 在醫學上 雜誌上 很多很有名望的醫學家 醫癌的專家 都是這樣叫人的 我遲些 我就會在專欄那裏 我就會寫出 就是 根本有成 很多的醫生 都叫人 不要做這些化療 因為化療 只會令你的身體 更加傷殘 令到你脫頭髮 令到人乾顧了 瘦了 沒有胃口 睡不到 沒有力 有沒有可能令你健康起來呢 所以她說 一般人 現時的人 所謂健康的IQ 是低到驚人 我們那個理解事物的能力 是驚人之弱 我覺得背後的問題 香港是很多事情要繼續去做的 OK 好了 時間關係 希望大家自己親身去跟進這件事 買他的本書看看 OK 我們下個星期會繼續 OK 拜拜